好 继续再看到花莲县议会教育小组 13号上午在总招吴建晋 县议员李秋旺以及魏佳燕蔡一静 是来到了寿风乡考古博物馆进行考察行程 那么也听取了文化局长吴敬毅的简报 对于花莲县246处的遗址 以及未来考古文博物馆的现化进行说明 花莲县议会教育小组为了了解县内考古遗址的界定与收藏 13号上午来到寿风乡考古博物馆进行业务考察 而此类型县级考古博物馆目前只有新北市与花莲县拥有 博物馆的前身是由丰田市场所改建 并获得文化部文资局支持 赤资新台币7200万元来整修 馆内的多媒体互动设施近来也成为了学校户外教学的新地点 然后展示组的部分 那我们一楼是长设的展示 我们二楼是开放的铺房 开放的铺房就会有轮展的特展 那所以有展示组的编织去做专业的侧展 那我们未来整个 我们这边更业人报道就是我们考古业务 整个相关的计划跟预算 那第一个就是县长这样的支持 所以我们今年在我们的县运算里头 针对考古馆的营运管理有820万个县运算的支持 那包括教育推广 我们的文物典藏整次整理 包括整个馆的清洁保全水电费 跟积电的维护都在这个费楼门头 那另外两个呢是文资局每年原则上都会支持我们的 那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考古视觉跟出土文物的整理 那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所有彼此的监管保护的计划 当然是透过这三项的运算 去支持整个考古业务的营运 总招吴建志也建议文化局 能够把考古发掘资讯与补偿措施 让民众更加了解 才不会让民众在土地开发时挖掘到考古文物 而产生恐慌不知所措 反而造成更多文物的破坏 我们教育小组 那经由这一次的这个一个考察 然后希望能够更了解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花莲有这么多的这个遗址 那希望这个遗址的部分 能够跟这个民众 百姓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那因为之前的资讯比较不足 所以导致于跟民众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这个怨声事起 那希望藉由这些 这个能够把这个 跟这个考古博物馆能够能够做结合 让民众跟百姓能够更了解 这个考古文化的遗址的 这个这个重要性 而目前花莲县文化局编列820万元 将作为考古博物馆相关营运费用 由于花莲县的考古 目前多达80万件 典藏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当中 未来将会积极培育考古人员及解说员 并且成立协会 朝向委托管理的目标来经营 让考古博物馆能够有更多元的发展方向 记者林杰 烧风箱采访报道